国航的机组员 那他事实上就是境外 我们之中的境外移入的一个个案 10月6号新增5例境外移入 其中一人就是40多岁华航女夫机师 9月23到9月26派飞美国安克拉治 接着回家后检疫5天PCR阴性 返家后接出家人 10月3号派飞新加坡 到了10月5号PCR阳性CT值33 隔天再验CT值降到22 N抗原阴性S抗体阳性 研判是刚感染刚发病 而与他同住的两名小孩 因为是密切接触者 所就读的国小班级 都预防性停课一天 该名学生经学校调查 他在10月4号星期一 10月5号星期二 这两天都有到学校来上课 老师全聚了这才知道 才会吓一跳 小学生周三只上课半天 家长中午急着接孩子回家 虽然不同班 但还是会担心 北市大安区比国小 一个班级预防性停课 接触28名学生 扯林队8名学生 课后班12名学生和9名老师 女副机师另一名小孩 则是读文山区的A国小 虽然全校都放学了 但下午还是有社团课程 小学生照常在校内活动 A国小也有一个班级停课 接触同班级学生28人 其他班三名学生和12名老师 另外某家文力补习班 也匡列班级学生12人 和老师两人 接触者都采取加强版自主健康管理 目前这名确诊的女副机师 她的四个同住家人当中 包含两个读国小的小孩 所信她们所有人PCR裁剪 都是阴性 证明华航女副机师 已经打完两剂莫德纳 属于突破性感染 也是国内机组园中的第四起 对此华航说 该机师是执行长城线货机 目前同机组员筛检都是阴性 而女副机师是否感染变硬株 还要等经营定序 TVBS新闻的南红卷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导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 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请订阅并开启小铃铛